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6月17日,这是今天第一场《独报》点评节目 新华社今天头本头条是报道习近平祝贺黄埔军校100周年 习近平其实没准自古,习近平代表的是威权统治,代表着中共 像他这个人呢,庆祝这个活动完全是蹭热的 这个非常丢人啊,因为什么,因为赖清德昨天呢,他也搞了个活动 赖清德举办是对的,中华民国嘛,对不对 孙宗山创立的嘛,那个蒋介石就是黄埔军校校长嘛,是吧 不过以前呢,国共曾经合作过啊 这个蒋介石,这个周恩来也是黄埔军校的 里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这个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是共产党如果有哑量的话 就像我上一场讲的,应该是向国民党承诺可以在大陆 借地支部发展党员展开竞争 这样百年大党就可能 有可能这个换法升级啊 可惜习近平没有哑量啊 习近平只能这样大忽悠啊 所以他这次搞着黄埔军校同学会啊 40周年挺有意思的 根本不报道黄埔军校都有哪些人来 只是讲到什么,讲到王沪宁,讲到习近平 其实这就是什么呢 忽悠老百姓 因为什么,中国的老百姓啊 非常怀念 叫孙宗山 也非常向往三民主义 因为三民主义保护私有财产啊 是不是啊 三民主义有言论,也有言论自由啊 是不是啊 所以他这个这个活动啊 这种欺骗吧啊 这就是统战 王沪宁为什么参加 因为王沪宁他是统战部部长啊 那么习近平只不过发了个贺信 王沪宁宣读他的贺信 这个很滑稽可笑啊 我不讲这里内容啊 他就借着东西啊 搞统战,搞忽悠啊 至于主持呢 这个,施泰峰 施泰峰统战部部部长啊 其实习近平对施泰峰也不满意啊 放到这个位置啊 为什么,施泰峰和胡锦涛共持过 和习近平也共持过 据说这个人是文笔超好 含有能力 口才也好啊 人也比较正派 也就是不参加哪个派 是七强派 所以习近平觉得 他对自己也不攻守威胁 但是吧 也不信任他 所以就给他安卖一个 这很有意思 习近平很会用人 你发现 习近平就全数玩的平常高啊 他主持社会 然后呢 政协副主席 王东 王东峰出席 王东峰是栗战书的一个底细啊 那么黄埔军校的负责人 黄埔军校同学会的代表发言 你看他就不讲随 因为这些人呢 我估计啊 恐怕是在黄埔军校里就算是呆过 也属于就是 一般班的不是什么知名人士 啊 就像那个有些人大学毕业的 是吧 或者他哪个学毕业的 在学校里随一般的学生 你比如说像王东明 就一半个学生嘛 但是现在当人大副委员长了 对不对 当了副国级了 下一步很难讲了 是吧 因为中国马上就要民主载行了 你们将会看到一个惊天动地的时代即将来临 啊 为什么这样讲 你看今天 发光有一体 那把你吓死 北约已经亮拳头了 北约开始研究核武器 看见没有 英国媒体报道的北约正式 正谈判部署更多的核武器 意图是通过展示核武库进行震盛 因为习近平也好还是普及为什么牛 那不就因为这个有核弹吗 是不是啊 普京为什么打得不过展震 因为他手里有天然气石油 你欧洲离不开我 美国不敢制裁 这个如意算盘打错了 是吧 还有一个利器 我手里有核弹 核弹现在不管用了 为什么 原因就在这里 今天发光有一体告诉你 北约领导人斯特尔贝格 他面对来自俄罗斯和中国日益增长的威胁 北约正在商讨部署更多核弹 并将他从仓库当取出 我不是开玩笑 让他们处以待命状态 也就是说他把这个核武器要拉出来 布置上去 现在其实美国已经布置上去了 在这海岗 北约没动 北约今天开始动了 英国每日电讯报6月16号报道的 北约秘书长斯特尔贝格 原本斯特尔贝格就要退休了 为什么留任 为了打仗 那么北约成员之间正在进行现场措商 以利用核武器的透明度作为威慑 去告诉你 布置完了以后告诉你在哪地方放的 是什么荡量 如果你打算什么结果 他坚称 北约必须向世界展示客户库 并对来自中国的威胁发出严厉的警告 因为习近平也是 习近平靠什么 一个是大市场 对不对 第二个就是什么呢 威权统治 再就是核弹 所以现在北约已经是跟您已经承明了 那么今天西方和自由世界和习近平公开翻脸了 怎么看出来 你看今天非常有背景的 这个台湾的上报发表了片文章 提姆斯切果到习近平 说门声罚大财呀 就江泽民讲的 习近平也是这样 他共产党以欺诈起家 说好的 说好 无私奉献 为了魅夫 其真实的动机 冷然承洗几千年传统文化 中国夺权的终极目击 目的是什么 为了身材发大财呀 确实 中国的现在靠什么统治国家 不就是靠物质诱惑吗 当官的你来吧 入党身材发财 到这里以后 你什么级别 多大的房子 配什么车 这不都是物质带呢 然后一旦你站错了队 运气不好 站到队里面抓 立刻从天上到地下 今天很大的动作 今天又抓了几个 陈全国的嫡系 新疆自治区的副主席抓了 是吧 那么据这个小蒋说呢 这个抓这个吴英杰 也是针对陈全国 或许是这样 但我认为也针对胡春华 这是综合的 昨天做了一题 已经和大家讲了 那么今天早上 老灯报料讲呢 陈正高死了 哎 陈正高我和他太熟悉了 陈正高越来越大列市政府 这个助理的时候 我就跟他非常熟悉啊 他是反对不起来的啊 他俩不对撇子 关系没出好 后来他到沈阳去当文世珍的助手 他和文世珍关系好 和李克强关系超好 陈正高是一个比较政治的人 我很熟悉他啊 我和他工作上打交道很多次啊 他敢言敢批评 据说2000年我被抓的时候 陈正高曾经在市政府开会的时候 讲到不起来就是 说不起来是出于私心 把记者江文平抓了 我很了解江文平 他不文会报记者吗 他怎么可能是特务或间谍呢 是吧 据说是这样 我不是真的假的啊 那么陈正高给我留下印象 挺务实挺能干的 但是性格有点什么 就是这个人不愿意顺从 就拨起来 不愿意拔起太子党 他更喜欢草制节省的啊 原先最早在长远线工作任职 基层上的官员 据老登讲呢 是因为他批评习近平 习近平在医院里把他灭了 说他已经是70多岁死掉了啊 他说有人给他爆料 我相信完全是可能真的 因为陈正高如果批评习近平 一点不奇怪 你说别的医院不相信 我相信他啊 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呢 他和文石正关系好 文石正也死了 他也死了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等到下一场再详细给大家介绍介绍啊 我还是知道很多陈正高的故事 你们有几个人要向我了解他 我本身住在西港区 西港区北书记啊 他原先在长远线的时候 在基层干我就和他打过交道 当然都是工作上啊 咱从来没求过他们办任何事 我就这一点好 我凡是官员熟悉的 也就是喝喝酒吃 吹吹牛鸡吃吃饭是吧 唱唱歌如此而已 别的没有别的啊 所以我才敢讲的非常详细啊 那么今天回到新华社 新华社今天忽悠这个黄埔军校啊 表明西平在统治的默契 没有招了 什么都可以搬出来啊 往他脸上贴起 但贴也没有用 真正的继承这个孙中山这个意识啊 他的精神 那就是台湾的这个这个 这个可以这样讲吧 民主转型之后的这样的一个 微型的中华民国啊 大家都看清楚 他是转型正义 他没有清算国民党啊 你如果不转型就要清算国民党了啊 你看侯友宜 这个韩国瑜 不是还可以继续当政要吗 韩国瑜现在外号叫韩土子啊 这个人是挺有点本质 适合搞统战啊 主要是酒喝得好 是吧 会出事朋友多 但是这个人有点 多多少少有点亲共 这里或许也和这个历史上找到跃远 我不讲了吗 原先是国共合作嘛 说是啊 王子东也在这个国民党里认知啊 是不是啊 当时宣布部长 是吧 还是后补后补远 是吧 如果没记错的话 你们再看看历史吧 我今天要告诉你 中共搞这个统战 和这个吹捧这个黄埔军校啊 这也是底气不足 因为你看看人家赖清德搞这个会 是吧 国见国字 你看那里边那些同学 同学会这个黄埔军校没有多少了 人是真正货金价值的 所以今天他随意不输 他都没讲 如果真有想当当的知名人士 他应该讲在这个会场上 随时黄埔军校 仅存的大篮 是吧 估计现在这些人即使活着 也是很大年龄 人都会像秋风扫落一样 一点就随风飘散了 我也快了 所以为什么我要恢复奖 恢复录冤纪在这里 咱不回避死亡 死亡是好事 生是相对的 死是绝对的 你看那个基督上伯爵里 怎么告诉你的 什么是生 生是在死亡的恶情里散步 你明白了 你必须看那个基督军 基督上伯爵 我在监狱里看 和大家一起讨论 和一个黑老大一起讨论 那么今天新华社呢 出了这篇文章 还有这个习近平的著作选读 嘿 习近平没有文化小学生 还有习近平著作 你就来个习近平全集吧 全集吧 习近平文集全集 他不好意思 因为毛泽东全集 他现在没到这时候 来个选读 选集 我跟你讲的丢死人了 小学生还出一个 出这么个东西 我要告诉你 习近平这些东西 都是秘书 文人们搞的精神垃圾 将来习近平垮台以后 大家滑了滑了 愣张的想想就完了 完全是祸祸 明知明告 不过据说习近平的稿费 也没少整 习近平的腐败 今天刚才讲到了 上报这些文章 讲这些事 习近平家族 问题是现在这个时候 美国国会为什么抛出来 那就证明什么 不怕量权重了 中美彻底翻脸了 接下来的事很麻烦 有可能擦枪周火 因为今天美国之间有一题 中国和菲律宾终于打下来了 中国海警称菲律宾补给船 在南中国海 争议海域与中国船只相撞 打下来是船又撞到一起去了 也就是这是一个军事动态 中国海警表示 一艘菲律宾船只与中国的船只 星期一6月17号 在居无争议的南中国海 也就是仁爱教 附近又发生了碰撞 这第二期了 那么等到下一场 给大家详细介绍 因为今天的国际新闻很多 李强还在澳大利亚下忽悠 和这个澳大利亚的总理 阿尔巴尼斯举行第九轮 中澳总理年度会晤 还搞联合声明 为什么呢 双方都有利用对方的想法 为什么呢 你想他现在和日本斗 和菲律宾斗 都斗 总的有一些人的团结团结 说习近平现在让这个李强是捕漏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个习近平很狡猾 你看他虽然去派李强到澳大利亚 去哄着澳大利亚 但到现在为止 他并没有把杨恒军放 今天发光有一题 李强将李强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会谈 杨恒军支持者称 北京高级法院维持原判 也就是杨恒军的案子并没有改变 冷卵判的死缓 死缓转称无期徒刑 这个早了呢 我要告诉你 这个刑法是非常严的 他为什么判杨恒军如此严 我个人猜测 我不了解这个人 杨恒军大概率肯定是国家安全部的特工 以前他知道很多事 第二个呢 他很可能是令计划这套线上的 就是应该讲是一个 我估计是具有特殊身份的人 搞不好就属于那种商干 有很多是商干的 就是共产党改革开放之初 派了很多人出来 发展这种人呢 我现在脑内有几个 还有人是过去在共军团系统 这些人干嘛 就是共产党和他们潜伏下来 给30万 然后移民哪个国家 然后定居 你自己发展 然后党需要的时候 你就配合 有些人发展起来的 有些扩产的 有的叛逃了 有的还优惑中共 有的是改变了派系的 大部分都增进红线 对吧 有些人变成反 反江 拥戴胡温 那么杨军很可能 我这么分析 很可能属于令计划者的想 就是说 挺战 他后来去回北京了 这个问题我已经讲了 是吧 参加会议 这些事 习近平最烦 我认为很可能是因为这个 而不是 什么他其他指控 指控的什么东西 他倒不一定是一个什么 核心什么人物了 就是一般的文人出来挺战的 是吧 但是后来翻脸了 可能就抓了 抓他的目的干嘛 我告诉你 逼迫澳大利亚放弃什么 阿卡斯 这才是关键 所以他现在不放 就是说 因为澳大利亚到现在没有承诺 没有承诺 就是说 这个 这个问题 因为澳大利亚这是个原则 澳大利亚怎么可能 就是说 我推出阿卡斯 阿卡斯对澳大利亚太重要 对不对 他推出这个 说心里话 他就没有办法 和美国连在一起 和中共抗衡 你要知道 大国角力 靠这什么 自靠的实力 对不对 因为中共为什么 他不就是因为 他是 本身来讲 他这个 手里 他有核弹 是吧 有核弹 他才和美国 这个角力 所以说 他现在就是说 他逼迫澳大利亚 新西兰 他为什么这次 哄新西兰 提出条件 你看他李强和 新西兰交换协议的时候 上官不具有承诺 就关于加入这个 澳卡斯的事 非常敏感 但是我认为 新西兰也好 还是这个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不好看 不可能就是 推出这个 新西兰还没加入 将来还是要考虑加入的 因为对他来讲 这是一个保护自己的 一个绝招 对不对 因为你有了核潜艇 你租用英国和美国的核潜艇 我战时 老美给你核弹 自由世界给你核弹就完了 是吧 中共就不能撑老大了 所以这是今天非常重要的一条消息 我要告诉你 中共现在对我这档节目是非常警惕的 警惕到什么程度 我跟你讲 你看我刚才 这个电脑当中 我打开是看了新华社 是吧 他竟能远程 给我这黑了 你看我就打不开 重新打一个 因为我无数电脑 他肯定在这看着 我估计是中照 就是看着 指挥下边的人 非常精准的 你拿他电脑 讲了一半 他给你黑了 黑了怎么黑 我告诉你 别来你这里显示 电都是充足的 是吧 他一下电都给你 全放过 没有电 我准备很多电脑 是吧 我马上就点开另一个 他一点用手没有 可见他实在是没有招 一天能够发个基本件 垃圾邮件 我哥们也不看 因为我这学生们 善我不看 我有人给我办的事 是吧 根本不受影响 我有我的秘密 一个方式 我要告诉你们有用 你和我自己也不打击 也下忙活 赵乐基 今天也有 赵乐基主持 14届全国人大参会 26次 委员展会议 习近平对赵乐基也不满意 不满意呢 三中全会 我估计前后对赵乐基也会有一些动作 但是眼下 习近平主要针对的我认为就是胡春华 陈全国这些人 还有这个 这个赵乐 王沪宁还有个活动 就是召开 双周协商座谈 这都吹鸣一批 假的 因为这个 正邪是这样啊 就那汪洋内接也是 每一次都搞一个双周 就两周搞一次例会啊 其实就是瞎胡有啊 这个不配合去做宣传了 还有 下一题 各地以良好作风 保障党籍学习教育 走身走势 洗脑 因为现在反对习近平的人太多了啊 很多人想救党啊 看共产党这个经济完了 现在经济已经崩盘了 你看今天那个银行系统 是吧 汇市完了 你们看看 呃 台湾也就先报道了 非常详细啊 就是房市 就股市 汇市 全都完蛋了 尤其是汇市 你想那汇率下跌的是很厉害啊 那么下一步就会爆发什么 老百姓击对银行 基层就会出现大汇膜的动乱 怎么看出来的啊 那就是今天啊 发国啊 分发网有一题 就是 这个讲到了这个北海啊 北海取消了所谓什么呢 所谓的城管 那不是取消城管 把权力下放了啊 城管过去是什么 是归四一级城管 对不对 叫综合制法局 现在变成区一级 为什么 房子就是社会的动乱 就早早的给你放到最基层 进行镇压 因为将来最容易出事的 就是城管 对不对 因为城管 经济不景气 肯定很多人都会摆摊设点 对不对 你摆摊设点 你难免就和城管反正松 你看见没有 他现在考虑这 已经知道了下一步啊 要很可能 要报复全面的 决定的动作啊 所以北海市 广西北海啊 首先 就开始了啊 这是广西北海市人民网站 公布的一些消息 关于停止使用 北海市综合省 行政执法局工作证的通知 他怎么不是给这个城管取消了 不能取消 他镇压老百姓的东西 怎么取消 只是以前是私利管 不好管 怎么办 他把各个部门都花了一起 把权力下降到区一级 这样维稳的责任被下检了 比如区长说你的负责 你搞不好 抓 你抓你的腐败 就习近平现在采取这个办法了 包括经济就是 你看经济责任不都推到 本来是他把经济搞砸了 他还推到底线人身上了 对吧 这是他统治最后的一招了啊 然后再激化了这个基层的老百姓 发生暴力送责 然后大规模的社会动乱 他实在没事了 他只有两个办法 一个是他成为奇奥赛斯库 哈哈 另一个就是他成为萨达姆 只有这一招 不信你们等着看了啊 他要打台湾是打菲律宾的 咱们不知道 最后这一招他走向哪里啊 所以今天陈文青到新加坡去参加一个会议 就参加新加坡有个法治方面会议 不一会儿可以给大家讲啊 你就可以看着他现在是非常着急 统治到了末期的啊 由于在这时候 他要哄一哄老百姓 所以今天有个好消息 24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上调 3% 就现在这工资都发不出来啊 你看很多的公务员减薪 还有就以前发的奖金都要回来 再就抓贪管 抓了给你钱 拿出来充斥国库 你看他现在养老人员 他得罪不起 他要哄他嘛 怕社会动乱啊 那么还有这个 五月国民经济延续回升 向好开始起走数字速来 就告诉你经济形势大好 这都是假的啊 假的数字 因为你要如果经济形势好 你不可能全国各地的房子卖不出去 对吧 你不可能降低门槛 你应该提高门槛 连北京的房子都一下都砍 几百万啊 很多正常啊 还有武汉加速抢占商业航天高地 都是吹牛皮 但是你得承认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 很多领域啊 还是不错的 这样航天科技啊 搞得还是不错 他现在秀这方面 来搞凝聚地 还有这个乌鲁又风连夜雨啊 你看那是敏啊 敏是福建 对不对啊 岳广东 暴雨 洪涝成灾 你能想到抓这么多人 知道这么多 冤家错案 天人感应啊 肯定要会有这个奇特的天象 对吧 你看那些大冰雹 连这个沈阳都有大冰雹 那沈阳为什么这样 抓人呢 刚才已经看到了 疯狂网已经报道了 陈振高的确是过世 表示悼念啊 因为我跟他太熟悉了 那么所以老邓讲 那个就是说 他是因为反习在医院里干掉 完全有种可能 我就跟你讲了 他不过年纪也很大了 也在意料当中啊 每一个人都会随风飘散 那么这里讲到天灾人祸的事 不仅仅是混准 还有其他的天灾 比如天气高温 河南的老百姓是 可乐无首 对吧 还有新疆的棉花的农民 棉花刚刚长出来 你看这个冰雹一下来 完了 棉花就完了 是吧 种了一年了 还有河南呢 老百姓不讲了吗 没有河之有难 是不是啊 那就是地理 是归类的土地 是不是啊 你看老百姓 跪着弃雨 那是一蒙山渠 就山东 现在天灾人祸 遍地 就是 在中国古代那些 昏庸的皇帝啊 等到了统治的默契 基本全是这样啊 接着就是 统你去骑 中国就很可能爆发 整个各个城市 开始爆发 动乱 其实基层已经开始了啊 就杀官 所以为什么 他不到报道 原因就在这里啊 你看现在河北 离北京周边这些省市 开始修铁丝网了 是吧 防止你进军聚集 进军北京 因为进军北京 他就垮掉了啊 今天海外的万维网 也有一题 讲到了这个高层的权力度上 也就习近平啊 怎么控制这个中央军委 啊 北京卫戍区司令部 这等到下一场 给大家介绍啊 回到新华社 新华社 解决人民群众吃饭问题啊 对原产与欧盟的进口相关猪肉 猪副食品进行反倾销 立案调查 现在北京应该是大量的进口 是吧 和这个美国 加拿大欧盟都搞好关系 因为这里生产的粮食多 这里的肉多 是吧 这肉质量也好 但他现在开始 双方打贸易战啊 欧洲也在背隔他 欧洲背隔他 他反制 越反制 随涨船高 越来关系越紧张啊 影响经济 你看 中国海警船新闻发言 就菲律宾 这个 军闯人也叫 发表谈话 又升级了 我估计他是斗气斗气 他不敢振党啊 斗气的目的就是 把国内的矛盾转移出去 因为现在 整个社会的 很多人 老百姓也还是党内的对立派 军头 都把矛头对准了习近平 想在三中全会上 把他搞下来 他害怕 他肯定要制造这些事段 你们别来对我 现在要打仗了 你要爱国 跟着我 这个菲律宾 你看见没有 他很会统治术啊 所以每到这时候 他就跟他忽悠 转移矛盾 陈文青将到新加坡 出席第四届 忠心社会治理高层论坛 看见没有 陈文青是正法王 他没有别的招 到新加坡学业经验 这样老百姓 但是学不了 新加坡是一个小国家 太险 特殊 这个人特别富有 中共国是什么 地大物博 但是呢 一部分人报复起来 一部分人特别穷 主要是针对体制的问题 你和新加坡也不一样 你新加坡法治是非常严格的 那当然新加坡也不是一个 我认为也不是理想社会 没有言论自由 他想学习人家 这个没有用 还有教育部开通阳光志愿系 免费帮考生报志愿 其实你就是考上来以后 你大学毕业以后 也找不到工作 或许到那时候习近平被抓起来 或者下台了 也可能四年以后 你毕业都迎来比较好的时代 也说不定 这很难讲了 还有下一题 中国人民银行开展1820亿 MLF操作 旧经济 旧金人 因为经济现在完蛋了 现在有的银行 已经取不出来钱了 我听说 有的你取两万块钱 还经过派出所 给你写这个证明 但是大部分的省事 好像还可以 因为我有很多朋友 陆陆续续回来 是吧 还有通过微信呢 他们也比较敢言 告诉我 没那么严重 但是有的地方 已经出现这个问题了 估计你的钱 存在银行 就是共产党的钱 它跟你翻脸 也是分分秒秒的 还有国家外汇局 5月份 5月份 我国外汇市场运行 总体平衡 这就是撒谎了 因为现在汇率 你看看吧 已经开始下跌了 非常快 那么在这个时候 最需要谁啊 就复华这种人 新华市的社长 就是吹牛批的人 所以复华会见英国 48家集团俱乐部 名义主席 佩礼 有什么用 你会见他 你像你这个新华市 撒谎 是不是 也没有事成 这证明什么 到这个政权 即将崩盘的时候 他们离不开 富华这种 是吧 就撒谎机器 北方下坡用水 总体有保障 河南下坡面积 一过就成 因为你必须得 加好 抓好粮食生产 他也很着急 那么 还有国家邮政局 五月份快递业务量 创单月新高 这个数字是真的 因为中国大呀 中国的这个快递生意 绝对是有 对吧 还有高质量发展调研型 巨轮背后的精雕细客 这都吹牛皮整天 讲这个物流吧 应该是 货运 29个卸域遭受 阿暴雨袭击 贵州各地 积极组织 抢险救灾 他为什么贵州这么厉害 怨驾出外 你看今天 中纪委的网站 等一会儿 给你们介绍 其实今天 我已经调出来了 就是什么 抓了一大批的官员 十几个 全都是对立派的 那到下一场 详细介绍 新华市只报道了一起 华东野金地址 砍探局 原局长丁小木 被抓了 他是李克强的 老曹的官员 和李克强肯定官员好 李克强从陆体上灭了 但是还要继续 肃清李克强的司党 抓一大批 果然是 安徽省纪委批准 安徽省纪委对 华东野金地址 是砍探局 当委书记 局长 这个职务也很重要 我估计都是 以前曾经和李克强 有过交集 处得比较好的人 他才接触 那么今天 新华社 今天人民日报 还有好多的消息 那么等到下一场 给大家详细的介绍 尤其是接着介绍 这个陈正高 陈正高 陈正高是一个非常有刺点的这样一个 算是一个辽宁的地方干部吧 谈不上什么元老 这是一个后起自秀 其实这个人还是挺能干的 这说明人家老东爆料 有的时候还是损的 说比赛的料的人 他给的好的 要给假的话 像张有霞被普京扣下的假的消息 饭是爆料 你记住 都是一半震一半假 因为一天给你料 如果都给你震的话 人早就被当成间谍客户 抓起来了 对不对 你不能怎么通过什么联络方式 他们都能知道 对不对 如果都给你震的话 如果都给你假的 你也不理他了 那就有的时候给你的震的 是吧 像这个陈正高的 他告诉你 也无所谓 今天黑龙江还有官员被抓 还有贵州的 这都是对比派 那么三宗全会之前 能不能抓胡春华 这是大概率的 能不能抓陈全国 那恐怕是百分之百的 陈全国这个事 其实也是我这个平台 早在两年前我就讲了 对吧 陈全国一退卸以后 这个人其实就软禁起来 为什么 因为他是李克强的铁杆哥们 好 谢谢 再见